看看新闻吧 其实很早之前认识郭导 然后后来是一个机缘巧合导演说 我这部电影要做了 他说你来面试吧 很早就认识 看来两个人真的是交情非浅 只是从突然甩手离开电视剧版的小时代 到空降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 这其中的纠葛很难让人不怀疑 郭导和他的裙带关系 谢谢郭导 谢谢郭导 结束小时代的盟主迎来了自己的大时代 一时间广告活动邀约不断 背靠郭敬明这个大伯乐果然好成梁呢